简简单单转了,大家好,今天星期日了,8月4号 本来就完结了,所有人在讨论那边论文 正常来说,我们以为就算他有点政治的野心 想到了,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呢,应该要红龙有悔,不飞不扬,快点躲起一会儿 然后慢慢要做一个公关,找些人帮他说一下,我抄功课而已,托人做功课而已 诸如此类,他大人都知道的,但是他懂什么政治的事情 我们慢慢包装他的形象,做一个普通的有积极性的香港人 其实你要这么想,虽然现在一片骂声之后 个个都以为打倒这个共产党,共青来的,原来是,共青团 有些,不知道是否是假的,有些秘密组织,但是你共产党栽培人材 培养这些误企,大家都知道,看你迷不迷了一堆 他有些秘密社团,也不用很秘密的,你比如左派子弟 总之你看出身,共产党真的有自己一套的,所以我想都不用想了 从来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当然可以有些接触 大家活在香港也不奇怪,但是没想过他们的圈子 好像泛民自成一格的,泛民更容易,早年大家平起平坐 他们自成一股恶势力,他排斥外人,我又算了,是不是 你又吹我不仗,我又在那里嘰嘰嘰嘰嘰嘰的,共产党又不是吹我不仗 不过用得下这样,我有这个空间就自由了,所以说话可以很free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乱说,但是有些东西看久一点,你是不是觉得我 咦,好像又真的看到一些东西 是我在那里努力,盯着阿超,阿超你真是可憐了,越来越不行 老共是要找人替你,但是没有用怕着,阿超不用怕着 因为他快极都要几年,这个阿刚,似谁呢,似当年叶某 去了子丹福读书,老共看得起他,叫他回来从政,是吧 安排好了给他,那这些没得说的,就是他政治只有人做的,是吧 就是dirty job都有人做的,特首这个是dirty job位,大众也有人做 有人愿意做,有人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都做得好一点,是吧 那就算了,不要搞到,那就找个正常的人做啦 不要搞到有大事不生,或者血流性好,我们希望是这样啦 至于这位江大审呢,这个大审,究竟他怎样呢 那我就突然想起李彩一句说话,那个精华那里做了头 不是啊,前面做了头,李彩放在正面,本来是精华的图来的 现在想想都放了他上来的,那么他就从政了 但是你说这个人从政行不行呢,我是根本上看他 他的性格,在这个时代,如果他是政客式的人物呢 政客式的人物呢,他就麻烦了,因为你被人,就是 哪些是政客式的人物呢,比如梁振英都是啊,政客式的人物 那他是很正路去从政,然后包装,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扔一些政光啊,这样那样的 那江妹妹是走内线的,这个都没得说啦 那他有办法走内线,然后就铺陈了很久,是不是 似乎是提拔他的了,因为开始有很多 很多黑欠面,是不是,秘闻啊,秘闻出来的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们慢慢慢慢继续 大家都不妨看,那也不用那么紧张的,是不是 就是,你如果他是强势的人物呢,你就打他不死 就是我用了黎采说的那句 他这些呢就是超人哲学,不是,超人意志,或者叫做权力意志 那有另外一个叫做生命意志的,宋本华叫做生命意志 但是奴才能再将他说,生命意志就是权力意志 就是为了成就,权力,权力不一定 不过政治来讲,当然是,就是,政治就当然是指政治权力啦 你放去體育也是一種意志 體育的場合其實就是代替戰爭的場合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類似的 成王敗寇 只有一個人去到頂端 其餘那些給面子就給你有份 不給面子就拍都沒有 受傷就退出 暗言退出 就好像戰士煽死了就拿骨灰回來就算了 歌頌你一番 但永遠是戰場是殘酷的 但是你說對於尼彩這些 有一批存在主義者 他就是欣賞這些 歌頌這些 當然很恐怖 大家不知道 沒留意什麼上帝已死 尼彩 他直接說 上帝其實不是目睹神靈的 他只是指上帝的哲學 即是基督教那些 那些憐憫啊 平等啊 平等啊 他覺得很荒謬的這些 人就是有分別的 人就應該適者生存 肉肉強食的 就是要 人就是 當然啦 結果就很多悲劇都是啦 哪些人喜歡他呢 希特拉公認的 是他的信徒 但是又不太公道的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贊成過滅絕猶太人那些 但希特拉一用了他 就是他這個超人的折落之後 就殺猶太人 殺弱社的人啦 腦弱傷殘那些要殺出去算數啦 就是那些精神病的人是絕育啦 優質 優質人生學啦 這個就令我寧遠了 講遠了 我不是想講那麼遠的 大家有空才講哲學啦 但是這個 尼彩講的超人哲學 或者他那個超人的性格 完全飾下去今天 你說 哇 我講的是尼彩的超人 不是我們英雄式的超人 超人是怎樣呢 他是充滿激情的 就是啦 堅神 殺神 堅佛殺神的 就是他一直衝上去 比如他在體育運動上那個表現 他已經是巔峰了 無法轉換動了 而且他30歲了 所以他已經殺到他頂那裡了 是吧 破除一切 是吧 落後7比1他都贏了 在他來講 有什麼不行的呢 所以你不要輕視他 嘿 你政治不行了 你轉行做政治 他現在就是轉給你看 他立刻轉的 現在這個時刻 是 其實所有你懂政治的人都說 喂 這樣你怎麼公關上 怎麼重新包裝 你現在要躲起來 是吧 然後要作故事 為什麼我當天寫了這樣的論文 諸如此類 是不是 好不好說 是什麼呢 是買回來的 這篇論文 是吧 或者那些教授 銷售給我一篇文 作一些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重新包裝 多多未燒 燒那天就繼續燒的了 固有形象 一回來他就探訪了中大醫學院 探訪了幾度 這兩天他當然知道 小心了 哪個人爆他呢 當然不是桑普那些 因為台灣很安全啊 以來 他不會報復到這些 這些次要人物來的 是吧 就是說 有些人在他背後放他箭 還有我很肯定的 因為你想什麼是呢 怎麼來呢 是他自己給人 現在沒有一個優勢的 現在 大家拿著這個論文就批鬥他一番 批鬥之後就想想 誰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人覺得他政治的心大 是吧 所以就先射下他 這些在職場 辦公室政治 大家都見慣見熟 這些不是出奇的 所以他是面對 你想想 如果你在他的位置 他很大的困難 威就威震 拿了六百萬 那你做一個名人 李麗珊這樣 不困難 金牌是這麼多 頂峰 張家朗也是這樣 大約是這樣 會是香港一個知名的明星 一個一輩子都是明星的人 但是沒什麼好做的 真的沒什麼好做 但是你看他 你說這個頂級運動員 一生就完的了 他肯定是兩個性格的 即是他做頂級運動員 向著頂級運動員 從時他來採那個超人 他要過自己 你知道運動員終歸是不會六十歲都還去 所以他也是頂級的 奧運 世界賽這些 做多一段時間 世界排名第一了 即是不同的比賽去參加 這樣得到成績 所以他是世界排名 他和張家朗都是世界排名第一 這些又不會排一輩子的 大家都知道了 總有個局限已經盡了 但是他已經未盡之前 是不是 幾年前 因為二十四五歲 他已經有政治的觸覺 以及 你看到他安排了 走去北大讀書 在那些情況下 跟共產黨的接觸容易一些 共青團這些 他就被栽培了的了 我猜 就已經答到他幾次 北大人選定了 共產黨是流行這樣 我就說了 因為他這個帝王 王朝 王朝當然有一個承接的 又不可以搞父存子 總有一個繼承的制度 他就要提拔人才了 你選中我 我選中你了 所以他的水準高過很多人了 政治 不要見他小妹妹在那裡笑 笑得那麼開心 千萬不要這樣 我已經不敢了 幾天前都當他們說 你們不要對小妹妹這樣了 包括黃毓民 我們的老人家 都用一個老人家的心態 不要將政治污染的東西 那麼邪惡的東西 附托在這個小妹妹身上 他一時講話不懂 不經大體 但是看起來不是 我們幼稚 他不幼稚 如果你看他的年紀 他的確有十幾年去培養他的政治色見 他培養了 他也知道的 那麼你沒理由 是不是 你在外國讀過書 民主 自由 這些基本 你去加拿大移民 他有加拿大籍的 他在那裡 是不是 回流回來 起碼有幾年在加拿大 中小學 基本上自由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不會不知道 不用你教他 是不是 他不是在北京 是不是 過過生活 是不是 他青少年的時代 是不是 讀國際學校 是不是 最少在香港 好了 然後又曾經去那間什麼大學 很有名的 就是讀了國際關係 轉科 接著回來 就去北京去讀法學院 讀法律 然後回香港了 準備拿回律師牌 我猜IQ是夠的 爆燈那些 比我厲害 記性不夠 所以讀了都挺辛苦的 但是我的專長不是在專業的讀書那些 那些 他連這樣都行 人很少幾樣都一樣 我們都知道 我也見過這樣的人 留學的時候都不讀書的 打壁球的 國家隊來的 馬來西亞 突然間有兩個月不見了 他就走了回去馬來西亞 代表國家隊出賽 接著又飛回來 繼續讀書 接著你兩個月不上課 你一定輸了 誰知道他考第一 很有趣 有些這樣的人 很厲害 這個文慧應該是那類人 所以我們不要輕視他 不要見他整個門杯 這樣好了 現在他想怎樣呢 很明顯的 其實他就是準備從政 是不是 介紹一下新聞裡面說 我的泰國 他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告別混亂生涯 這個跟他早兩人說的 剛剛相反了 你記得我也介紹過 我記得這麼清楚 他是第一步 我很欣賞他 我讚賞他 就說我們要多謝這個教練和教練擁抱 沒有 張家朗這麼厲害 說明是香港人打氣 香港人加油 但是他沒有了 但是他已經想定了 多謝教練一定沒有錯了 多謝團隊陪我一起練球 互相扶持 我想都是真心的 這些人通常是孤獨的 精英是孤獨的 我也孤獨的 這個人一定是孤獨的 於是乎 還有就是多謝膝蓋 最有趣的就是這個金牌給左膝蓋 右膝右痛 左膝右痛 我希望多拿一個世界錦標 給右邊的錦標 那就完美了 其實他三天前說 我們起碼要玩多兩年 正常的運動員 他還說 他還沒到頂峰 而且給你政治 你也先讀他的B 讀他的JD 所以其實他是對的 為什麼突然改變呢 今天突然間 當然是因為被人整股 把他的碩士論文公開了 他當時在政治上吃了一大大的悶棍 這些情況 我反過來問你 你是政治人物還是怎麼樣 你有政治人物的第一套 很多政治人物被人爆出醜聞 要懂得怎樣 穩住自己的形象 諸如此類 其實是很難的 是不是 通常都要找一些公關的專家問一下怎麼辦 通常是首先不能出聲 但是五上下又要出來交代一番 可能要作一個故事 我們都期待這些 但是他很意外給我們一個反應就是 第一他不說 還沒說 這些很簡單 沒有什麼故事的 那篇文是他寫的 他應該不會說 請槍的 這些故事不能推銷 這些故事不能推銷 他 stick to他的政治見解 甚至他會有一套論述 他會再解釋過 而這套是官方那套 這樣就擺明了 那你就死了 死了什麼 也不是民主制度 一人一票就搞定他了 過習主席那一票 他現在表現100%是習主席的性格 一模一樣 就是強人的性格 超人的性格 尼采港的超人性格 滅視一切的 我為主 以我的見解為主 這些人 是不是 就是無謂one man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就是我一個人擋住全世界 習主席其實也是這樣 這些再推上哪些性格 哪些人的性格 老毛的性格是這樣 一個人說決定打韓戰結果就打成了 結果好像是他對的 沒有 起碼現在八月開 還要鄧小平和他爭了一級的 老毛 同財偉略來講 他那個什麼性格呢 其實你推翻上前 史太林 希特拉就是這些性格 希特拉據說是很崇拜的理睬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些還有些人很崇拜的 梁天琦都崇拜 所謂存在主義 個人 人定勝天那種的 當然這些是部分 我不是推崇這些東西 不是推崇一樣這樣的東西 理論就是理論 有一類人是這樣 而這類人在我們人的歷史裡面 就算民主國家也有 有這些人 亂世特別多這些人 這樣又死 打仗又死 不打仗又死 不打仗又死 那又死 這樣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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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出這些強人 是不是 台灣有個李登輝 類似 是吧 蔣介石都是這類人 是不是 個個這麼麻煩 但是絕對強人就要出來了 那好了 江小姐本來就不是生於亂世的 香港都叫做半亂世了 現在出現了一個歷史的轉折位了 你要不上位 要不上位 要不上位 就算了 是不是 那他說 這些一定是假的 跟他說要拿獎牌的膝頭龜一樣大 他準備告別宣佈告別劍擊運動員生涯會累積經驗 像是慈善基金做好準備 看看他的教練鄭兆康說 祝福他了 是不是 很明顯了 總教練就說 他早前已跟他交代有關決定 表示理解早前是多遲呢 尊重和支持 感到他可惜和不捨和可惜 他仍然是江安國奧運 他仍然是生涯高峰 可望不可及 很多運動員 狠狠狠狠狠 但是他有自己人生規劃 這些就是超人 Superman Overman或者叫做 因為他是法國人 德國人 意思就是超越自己的人 他不是指電影的Superman 一個人最難就是超越自己 他已經超越了所有人 做了運動員的頂峰 他要再超越這件事 向哪裡走呢 當然不會再在運動 當然是從政 對不對 所以 喜歡不喜歡他有他的政治見解 甚至是真的假的也好 真的假的也好 因為你可以變的 但你首先要有見解才有政治的釋見 沒有釋見的人 好像我們的李家超那樣被人恐了上去 被老公蹦了上去 真不知道怎麼辦 一覺醒來做了特首 結果呢 結果只能做業務 不只能夠 但是你跟他定他自己有一套 當然啦 他這一套會帶來一場改革 是不是 創新香港 還是帶來一場政治鬥爭 跟著升風血雨呢 那不知道 是不是 那誰整股他爆他內民那些快點移民了 是不是 當然了 走了就是 有份去動他那些就不要緊了 在外國已經 他有自己人生規劃啦 他也相信有關決定呢 即是文慧經過常事教練加閒商量的 祝福他 在其他方面就夠發展 其他方面就指什麼呢 他未來動漢呢 不方便透露 其實教練都知道的了 那是不是說 搞這個兒童這個 搞個基金 用鬼你搞什麼 對不對 黃敏茨的搞 哎呀 霍家做了很久了 對不對 培養小朋友打劍 運動興趣 小朋友沒有嗎 小朋友沒有運動興趣 想裝備自己 期待有新的職業發展 是不是 回歸香港 這句拿命啊 這句 即是他做的事呢 不是他自己的了 我要為香港服務 是不是 同時累積經驗 跟著說 為自己的慈善基金做好準備 運動興地運小朋友 重受運動樂趣 這個就完全奸 講完這些話 即是 你可以預計他了 是不是 他現在 我相信就是 老共已經選中了他了 已經選中了 他知道 他會照去的 今次被人爆了之後 是不是 踢爆了之後 在老共來說 又是陰謀啦 又是什麼都好 還有 什麼陰謀好就不是陰謀啦 你在民主派那些KOL 帶起批鬥他的風氣 都好啦 但是他們都知道這個是 好像康熙啊 雍正啊 那些是為來爭權的結果 爭做這個 所以呢 但是這個時候 總之他就決定 把泥準備 休息一會兒 你可以預計他會做很多 不是公益 出來活動啦 你想一下葉劉就知道了 接著有人幫他組織 或者紫荊黨啦 總之他會有埋堆啦 然後他好像議員啦 是不是 有些人很不高興啦 體育界那些 代表人物啦 這個可以是 接著他會包裝 然後他講些東西就會理論一些啦 當然會有很多人問他19年的事啦 那我期待他輕輕包裝一下啦 那就會完美很多啦 他也都不用道歉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是不是 見解不同而已 我是保守的 行不行呢 你不要忘記老共一吹雞 他已經有四成 是不是 現在中間一些的人 是不是 欣賞他的 還有就是 根本不需要有民意的 你猜香港人 如果他能夠佔據了特首位 然後他帶動香港好一點 現在誰做啊 代替阿超啊 都是 是不是 現在拼不了阿超的位 起碼幾年後啦 是不是 那有幾年時間 甚至乎 十年後才啦 那這些是人才來的 那他就做著局長先啦 楊潤雄那位 是不是 阿周也阿九都做了啦 等他自己累積啦 是不是 他也不是想著天真到明天就上位的 上的啦 他很快可以上的啦 你做 比如做議員 比如做副局長 正座啦 諸如此類 可以很快的而已 這個老共是 我想是已經選了他啦 選了他就被人踢爆啦 被旁邊那些 是不是 你不要以為是我們的民主派那麼厲害 踢爆他 當然是自己優先他啦 扔出去先啦 扔出去就也都決定啦 反正也是啦 是不是 你去不去啊 他覺得去 就是呢 超人的意志就是弱肉强食 他不理那麼多的 我相信他是重估一切價值 不肯接受人魂逆魂的看法 人魂逆魂就是你不行啦 現在躲起來啦 諸如此類 仰惠韜光啦 你看到很多老共簡中的人 甚至我們全民的沈屋輝啊那些 簡中的精英 但結果是左敲右敲 那他呢 直接是爆就爆啦 爆完我直接告訴你我提早退休就是從政啦 一定是從政啦 如果不是他退休來幹什麼呢 就是 免得了 其實你說如果你是市邊醫師 是不是 你要教他怎樣呢 你要教他打多兩年劍之後 拿多一個金牌啦 然後慢慢軟化了你的政治立場啦 說回一些討好的說話啦 是不是 專業教他重新包裝的形象啦 是不是 但是他這些 不好 不需要 是不是 上了位才說 完全是一種很強悍的政家 他這類人其實也是這樣 你想一下 他運動也是比別人的 不是壞的 比如這個劍擊 跟你打網球一樣 乒乓球或者什麼都沒有 是你很個人的 你個人就要決定一切 不用跟人合作的 團體是一起拿分解而已 計分而已 他個人上去的戰場就是你自己一個人 成也 你的劍 敗也你支劍 是不是 所以他要自己決定一切 是不是 是很強悍個人性格 而這些很符合尼采港的那個 所以你不要看小門每月 越看越得人怕這個 當然啦 如果他成功的話 就可能為香港帶著香港 但是他這些人一定對反對者是絕不等於劍的 你怎麼可以同情的對手 你一同情的對手就堆壞你 雖然那個不是要命的 但是摸了你的金牌 所以他是不會手軟的 這些情況 你見到跟習近平的性格一樣 是不是 尼采就在戰場那裡 死過回生 沒有的 今天還在朋友一起打仗 旁邊的那些跟著 全都堆壞了 你自己還沒死 所以他的意識就是生命就是這樣 生命就要如此 人類的延續就是這樣 你去到習近平 差點文革死了老爸 差點沒有了 他自己在低層被人踩著踩著 人類 直接世界領袖 中國領袖都不夠 這些沒得說 這些就是不斷超越自己 江嬸嬸就超越自己 扔了一把劍 現在我輸到多少都可以 他一定是從政 他不會做其他事情的 有其他事情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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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小小學教師 不是這些人 所以說完了 大家 我是挺高興有這些人的 因為太悶了 革命家都是那個死養一到有事 全部是什麼呢 計數基利性 你記住這個詞 英文就叫做工具理性 你想想計數基利性 電腦的利性 完全是硬梆梆的 用數據資料去堆砌你一個決定 那些民主派的人全部沒有一種激情的人 生命已戰 不顧一切 多數會含家產 但是如果不含家產 就像他那樣 一路衝上來 真是可以開創了一個頂峰出來 個人已經頂峰了 扔開這個頂峰 再攀高峰 你問我 他做了香港領袖 接著他就打算做中國的領袖 接著打算做世界領袖 這些就是超人的性格 暫時遠了一點 暫時沒有打算這麼遠的 我們拭目以導 今天是順便介紹離彩這個超人意志的觀念 我們這個時代就欠缺超人 喊虎喊佛的 求情 毫無意義 說多個小話來一點 這個就不是超人 這個就是藍色政客 這個就叫做 不見了很久 突然看到梁振英